NBA官方今天宣布了对金州勇士队三名球星批评裁判的行为开除法单 格林因为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 指责裁判的公正性而被罚款3.5万美元 斯蒂芬库里因为公开发表言论 指责裁判的公正性被罚款2.5万美元 凯文·多兰特因为公开批评裁判而被罚款1.5万美元 勇士三大球星和金领到了7.5万美元的罚单 勇士队正明尼芬达森林郎一战 裁判的关键判法让勇士教练和球员们均感到愤怒 在加时赛结束前4.4秒 勇士队以127比130落后3分 多兰特命中一记3分球 裁判想上了 对方犯规动作非常明显 但裁判认为对方球员在投篮出手前先犯规 声声吹掉了这个3加1 勇士队主教练科尔赛后感叹 我觉得在任何一个联盟你都能得到3加1 任何一个联盟不仅仅是NBA 而库里随后又命中了关键的版品3分 但此后回来的一个回合 裁判吹罚了杜兰特对唐斯的犯规 直接把对手送上罚球线 勇士球员对此简直无法相信 库里更是直接想走回更衣室 最终唐斯二罚一中完成罚就绝杀 再后库里直接表示 如果你要问谁是这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马拉特和古特当时裁判 杜兰特也同样批评了裁判 马拉特是他的名字吗 他才是今晚表现最好的球员 他吹罚的技术真的太棒了 他早就知道他们会犯规 所以他在我出手前就吹了他们犯规 所以他真的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裁判之一 多灵被罚的罪咒 他主要是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裁判 他用名字缩写 暗示马拉特科古特 堪比当年的赌球裁判多纳西 非常有意思的是 NBA官方第二天公布了这场比赛的裁判报告 裁判报告认为 勇士球员们所质疑的裁判吹罚 均需正确的 当时裁判没有任何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